多次入圍金马奖还有香港金像奖的导演彭浩翔 他的影像风格怪淡幽默非常具有独特性 同时他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 他曾经获得台湾的文学奖项 他这次把二十年来的散文集结出书 我们刚刚说他很怪 他身边的朋友就说 彭浩翔其实是一个装成正常人的人 所以他的新书就叫做装作正常人 可能是我身边朋友大家都说 一直说我不太正常吧 但是我老是觉得他们说的不对 一个人很难经名他自己是正常 不管他做出一些看起来比较正常的东西 彭浩翔香港导演编剧作家杂志编辑 指导作品买胸拍人依莎贝拉 志明与春娇香港仔 多次提名金马奖香港金像奖 电影风格怪淡幽默辛辣 走在台北街头 彭浩翔这次不拍片 他写书 而且他坚持他只看十二集的字 太大太少都不可以 我看这个中文字 我不能看这个十二集以上跟以下的东西 我一定是有十二集的 我偶尔有人在打印一个东西给我 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不对 他说是十二集 我说不是 我感觉不是 他是好像十二点三 他那种带了一点点 我经常都很理性地去跟他们去沟通 去表达我想的想法 但是大家有说 其实你不是 你不是跟大家交通 你是在装作好像是一个经常人 其实你不是 彭浩翔的新书就叫做 有关我在装作正常人方面的尝试 他把怪怪的性格推给了处女座 除了自己 他还规定编剧和同事写信给他 一定要用信息名题 不能使用阿拉伯数字 档案不能传记事本格式等等 他称为病态处女座的世界 五年前已描述香港青年的爱情故事 志明与春娇 把剧本改编成小说 要留住电影没有记录下的片段 这种电影小说 要是你一定要把它连在跟电影在一起 其实它还是有一个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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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 电影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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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喜欢五月天的致名与春娇 把歌曲当作电影名称 却不想老是拍爱情结束的悲苦 彭浩上和老婆觉得应该反过来 记录相爱念头萌芽的那一刻 在爱情开启之前的一个比较朦胧 比较曖昧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结婚状态是 每一段感情里面最好的 最让人为味的一个 我觉得感情对我来说 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所以我在我过去拍拖的时候 有很多人影响了我 我也影响了很多人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有帮忙 去承受我这种创作的一个经历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出版一个 二十几年的一个三文字 我觉得也蛮感谢他们 外界认识的彭浩翔 古怪创意十足 与导演面对面 他则像探讨爱情一样 真诚对生活有着深刻感悟 当然就像他的书一样 他有可能正在尝试装作正常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